那么这是第四个 第五是不奇语 奇语是讲花言巧语 不真实的话欺骗众生 我们修行人说话一定要实在 要发自真诚心来讲话 讲是真实 不要受到示警器的影响 现在社会上风俗都是互相的欺骗 讲的话都不真实 明明心里想这样就说那样 讲成习惯了 大事小事都讲起 人见了面之后 说一些恭维禅曲的话 心不由衷 言不由衷 讲出来 见了面了 哎呀你今天长得这么漂亮 穿得这么好的衣服 你真是发达了 这些话全都叫无意语 废话 废话就叫奇语 为什么少说一句话 不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句佛呢 所以话要少 该说的时候才说 不该说的时候就止住 也不要担心说别人会误会 说好像你这些客套话不多讲一讲啊 人家可能心里会有想法 是不是你对他有什么意见 现在因为呢 整个社会风俗 都是虚伪 所以有一个人真诚起来 还觉得不习惯 这样我们还是要坚持 我们对人真诚 时间久了 人家自然感知 何必要造作呢 何必要去谗取巴结 这是执心是道场啊 第六 不恶口 恶口是说话出路 比如说骂人 比如说粗言赖语 那么这些 我们都要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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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触 不可以有 口业要清净 第七 不两舌 两舌是 挑拨是非 这个 口业 现在也是 人犯的很多 在佛门里面 都有这样的一种 问题 比如说道场里面 互相之间的 说是非 当面讲的 或者是背后讲的 破坏了道场的和睦 要知道这个罪 要知道这个罪呀 那就太重 我们往往是呢 警觉心呢 不够 两舌这个业造的习惯了 随口说就说人家的果实 就挑人家毛病 随风善笑 说的时候都没有 没有那个 刻意 就就讲出来了 造业造成习惯 无形中积累的这个 罪业 就不知道有多少 口业如善 最容易犯 所以我们要着力的 去断除口业 这四种 妄语 其余 两舌 恶口 要着力的去断除 口业 清净 阿弥陀佛 佛号 不要停口 一停口 就很容易开始造口业 好 第八 是不贪 第九 不撑 第十 不吃 这是三种 意也 这个意 贪 撑 吃 范围 也是非常的广 贪 是千贪 我们有的 我很想去 贪取 这叫贪 千是什么呢 我有的 我舍不得不失 这叫千 令色 这都属于贪 那么贪 范围很广了 世间五欲六成 我们往往会贪 财色明石碎 你世间人 哪个不贪 那我们修行人 要隔除 这个贪 对于财色明 我们都要远离 十岁呢 没办法 就是五阴身 必须要吃饭 必须要睡觉 那尽量的减少 尽量的简单 不要要求享受 把贪心断掉 要想往生极乐世界 那如果你对这个世界 还有一样东西贪 你就往生不了 什么都要放下 知道这些通通都是假的 根本就得不到 那么称称慧 称慧 就是 有不顺心的时候 起了这些称慧的念头 凡是不顺自己的意思 起称心 虽然没发作 有了这些念头 都属于称 所以这个时候 要念佛 把符号 压住自己的称心 然后化掉 吃 是对一切人事物的 真相 不了解 看错了 想错了 理解错了 是非颠倒 善恶不分 这是愚痴 没有智慧 对质愚痴 最好的方法 就是学习经教 常常文法 就会有智慧 所以 这是讲到十善业 我们要认真地去落实 每天最好 又抽出这样一定的时间 特别是晚上 岁前 你就拿出公个个 想一想 今天 造了些什么 不善业 最好有个修行日记 或者叫忏悔日记 把它记录下来 认真改过 如是昼夜思维 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种种功德 种种庄严 这一句是教我们 昼夜念佛 昼夜的思维 极乐世界 一正庄严 那么 这些念佛的功德 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 都在本经里面 所以我们这部经 一定要首读 天天最好 至少读一遍 如果有时间的 能读上个三遍 五遍 那更好 专听这部经 专读这部经 专念弥陀 明好 这是教我们这样 昼夜不修行 至心归 至心是真心 一心一意 归是回头 从世间一切法回头 不再贪染一切法了 专一净土法门 专一无量寿经 不仅从世间法回头 一切佛法 其他法门 我们要回头 一步经 一句佛号 这样就能很容易 修成功了 顶礼供养 我们顶礼呢 就专礼阿弥陀佛 供养 专供养 无量寿经 法供养 法供养前面说过了 七种法供养 第一就是 如说修行供养 你要依教奉行 心不散乱 定了 专注了 就能得三位 好 我们再看底下的经文 世人灵中 不经不布 心不颠倒 极得往生 彼佛国土 这是讲 终备往生的果 前面的一大段 修音 这里讲正果 那么这个音 前面提了三个项目 这里小结一下 第一呢 是修实善 第二呢 昼夜念佛 第三 至心归一 顶礼供养 那么你好好这么修 你得到是终备往生 到临终的时候 你能不经不布 心不颠倒 一般凡人 临走的时候 都会经不 恐惧 害怕 畏惧死亡 学佛的人 念佛的人 不会有这个害怕 因为第一个 对事实真相了解 直到人 根本没有死 所谓的死 只是换的身体而已 我们现在把这个五音声放下 换到西方极乐世界的金刚不坏声 这是多么令人欢喜的事情 怎么还会有进步呢 在更有阿弥陀佛 微神加持我们 灵命中时 我们见到佛来 接引 那欢喜无量 心也不会颠倒 佛光一照 我们这个功夫就提升 原来念到功夫成片 现在提到的事一心不拉 既得往生 西方极乐世界 好 我们再看底下的经文 底下呢 是补充 下背往生的 修音 若躲事物 不能离家 不暇大修灾界 一心清静 有空闲时 端正身心 绝欲去忧 慈心精进 不当 不当 称怒 嫉妒 不得 贪贴 迁兮 不得 忠悔 不得 忽疑 要当 孝顺 制成 忠信 当 当 当 信 佛经 与身 当 信 作 善 得福 奉持 如是 等法 不得 窥失 思维 熟记 欲得 度脱 昼夜 常念 愿欲 往生 阿弥陀佛 清静 佛果 时日 时夜 乃至 一日 一夜 不断 觉着 先看到这里 这段 讲的比较详细 我们每一个人 只要真肯修 至少下辈往生 肯定能达到 那你要再精进一点 上中辈 也是很有可能的 我们来看看 怎么能够保证可以往生 至少是下辈 下辈的人 若多事物 不能离家 那么他们的缘 又比中辈差了一等了 也就是说 他们的业障 比较重 自己很想修 可是障缘很多 多事物 这都是障缘 比如说 他工作很忙 为了挣点工资 非常的辛苦 想修 没有时间 所以有时间修 这是很大的福报 很多人想修 太忙 不能离家 就是不能找到 很好的一个道场 来修行 这个离家 那是他舍家 弃欲 行坐上 就是出家了 当然前面 我们 讲上一品的时候 说到 这个出家 也不一定说 替法染医 才叫出家 你要有真正出家的心 真正 情修 戒定慧 熄灭 贪嗔痴 你这就要杀了 那么这种下辈的人 确确实实 放不下 自己的家累很重 因缘牵扯了他 想修 没有时间 不暇 大修 在接 暇就是空闲 没空 我们看到香港 这个不少的 同修 确实 也有这个问题 香港的社会 生活节奏非常快 工作都很忙碌 这是一个商业城市 只讲功利 你这个 要是不工作 那没人管你 你就得饿着 家里的 可能也有人 等着我们去赡养 所以不工作不行 所以没有空 大修 再接 这个大修 一般来讲 至少要七天 连续 修持 这叫大修 在接 比如说 打一个禅期 打个佛期 七天 精进 用功 那当然 如果能够时间 更长 最好 你要能够 有时间 打个十个佛期 那会相当殊胜 灾 戒 前面我们有谈到 清净 是叫灾 身心清净 戒 就是如法 持戒 修行 而且修得非常如法 那么大修 灾 戒 一心清净 这种人 做不到 怎么办呢 不是没办法 佛告诉我们 有空闲时 端正身心 绝欲去忧 慈心精进 就是你虽然 没有那么长的时间 连片的修学 可是呢 要早有空闲时 不论你有多忙 总是有空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 现在七天工作 这个一个礼拜七天 五天工作 你还有两天 那么我过去在美国留学的时候 确实 也是很紧张 学习 生活 工作 也是很忙碌 但是我自己呢 给自己规定 每个礼拜 五天工作 学习 那么其中呢 当然有一天 还有得去买点菜 把这家 虽然我是只有一个房间 但是总是有得家务 把它料理一下 整理一下 然后拿出一天时间 来修行 我常常是这么做的 这一天呢 把一切外缘 都切断 电话也不开 这个也不出门 就在房间里面 那么自己呢 自受八观再见 完了在家里面 自己啊 听经念佛 拜佛 从早到晚 有时候呢 还来一个24小时念佛 我以前住这个学生书舍 这个很早 凌晨两三点钟 外面都没有人了 我就出去散步念佛 念一个通宵 觉得也很发喜 这是什么 有空闲时 就得端正身心 身要正 不造恶 就叫正 心也要正 不起贪嗔痴 就叫正 就念佛 下佛 绝欲去忧 欲是欲望 这是指外面的境界的引诱 要断绝 忧是内心的忧脑 要放下 就是金刚经理讲的 不取向 如如不动 像是外面的境界 我们不去执着 如如不动 是内心里面 不起烦恼望念 心地清静 然后慈心精静 慈是对众生慈悲 我为什么要精静呢 因为我要修行成就之后 广度众生 这是慈悲 对自己也要慈悲 怎么个对自己慈悲呢 你自己要精静 断恶修善 断烦恼 断习气 你对得起自己 这是对自己的慈悲呀 所以你看 如果真的很忙 找出一天 一个礼拜能找一天 就非常好 哪怕一个礼拜找不到一天 一个月也得找一天 慈心精静 正干 要把往生极乐世界 当作是自己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来去办 那么底下经文 非常具体 告诉我们 两个原则 第一个呢 是修行 事件善法 第二呢 是修行 出事善法 首先 事件善法里面 这经文很长 讲到第一个 不当称怒嫉妒 不得贪贴 间迁西 这个称怒嫉妒 可以说是六道众生 一个大烦恼 称怒 这是称怒嫉 大障碍 一念称心起 百万障门开 什么叫业障 你起称脑的业障是最终 尤其是什么呢 对父母师长 起称怒 这个业障是最终 所以我们想 消业障 怎么消啊 把自己的称怒心 给化出 你的业障就少了一大半 所以要痛切的忏悔自己 往往忤逆罪 都是因为 有称恨心 就会产生 才会叫做 因为人一称恨 就丧失了理智 不顾后果 那么嫉妒 也是称恨的一分 那么佛单列出来 说明这条也是非常严重 是众生与生俱来的烦恼 看到别人超过自己 心里就不痛快 看见人家好事 心里就放不下 这都叫嫉妒 这是心里有了魔障 这个魔是折磨 自己折磨自己 嫉妒对人未必有损害 对自己的伤害是太大了 所以要断 沉怒嫉妒 怎么断 用忍辱 断 沉怒 学会忍耐 学会横顺 不要整天起逆反的心 逆反 那也是称惠的一分 从小养成逆反的心理 那就很容易发脾气 脾气不好 都是从小养成的 那么用随喜来破除嫉妒心 随喜功德 看到别人有好事 我们随喜赞叹 见忍之德 如己之德 要修这个 所以自己警觉性要高 凡是动得称惠 嫉妒的念头 立刻要警觉 一定要用佛号把它加下去 下面这个 贪贴迁徙 这是讲仙坛 这个贪贴的贴 多半是指食物 就是好吃 这个中国人这一点 比外国人更好吃 做的这个食品 讲究美味 讲究这种吃的享受 那么这都是账道 我们要真正想学佛 要把生活享受 要放下 这个五欲六成都不能贪 不仅不能够贪 事法 也不能贪佛法 要懂得一门深入 迁徙是讲 吝啬舍不得 不肯不失 自己有的这些东西 不能拿出来帮助众生 所以我们自己 要修不失 断自己的谦谈 要建立一个不失的习惯 学佛 首先从不失学起 我自己 跟我母亲 刚开始学佛的时候 就常常修不失 凡是有什么震灾的 祭贫的 希望工程了 印经了 放生了 常常做 一开始布施是很艰难 舍不得呀 总是拿着自己用过的东西去布施 后来呢 新的东西也能布施 什么都能布施 钱啊 财务啊 布施 习惯了 你的福报 就很大 什么福报呢 你用的都不缺乏 这真的 我现在就特别感受到这一点 你看我现在真的布施 建立个什么习惯呢 人家给我东西的时候 我第一个念头想到 我怎么把它布施出去 我不是自己要 现在也有人供养我红包 我第一念 这红包要转出去 拿去印光盘啊 去做一些有利益众生的事情 人家送我的衣物 我马上想到 我要给谁 建立习惯 如果你建立这个习惯有什么好处呢 自己好处太大了 你自己不缺乏 现在我是什么都不缺乏 我知足常乐 虽然我没有什么很多的东西 也没有什么财产 更没有存款 但是呢 我生活很快乐 样样都不缺 真的想要什么的时候 还不用自己开口说 那念头一动 真就有人送来 很少要自己出去买东西的 现在都没 基本上一个月 都不能买上一次东西 自己没东西缺乏了 真的相信师父讲的 越布施越多 你不识财 你得财富 你不识法 你得聪明智慧 不识 这个无畏 得的是 健康长寿 那我们就努力的 修三种布施 把自己千贪的习气 永远断除 越来越殊胜了 你福报会越来越大 不会吃亏的 只会赚便宜 下面一条说 不得中悔 中是中途 悔是后悔 这是讲我们学佛 断恶修善 不可以 没有修成就后悔 比如说布施 送给别人的东西 想着想着 不行 又把它拿回来 这是中悔 又好像 你修这个法门 修着修着 别人告诉你有更好的法门 你就后悔了 不该修这个 要换了 这就不能成功 笔下讲 不得狐疑 后悔 往往都是因为有狐疑 怀疑 尤其是怀疑老师 怀疑经典 怀疑自己所修的法门 那是什么呢 自己善根不足 是自己有业障 所以有这种怀疑 那么这个怀疑 往往是修道的最大的障碍 信呢 为道远功德 信是疑的反面 我们想修道成功 一定要坚信不疑 首先我们要信 佛讲这部经典的内容 这个法门 是决定啊 能帮助我们这一生 了生死 称佛道 不能有怀疑 第二呢 对老师 也要深信不疑 我们信 我们的师父上人 真正是有修有正的大道 虽然我们的境界不够高啊 不知道他的境界在哪里 但是我们对此深信不疑 老实 听话 正干 无论别人对我们师父 讲什么样的风言风语 我们都不听 更不会动摇 这部无量寿经 夏连居老居士的汇集本 决定是无量寿经的最善本 我们也绝不怀疑 别人怎么样批评 我们呢 还是认真的 依教奉行 最后我们能成就啊 一怀疑 那只有自己 把自己的发生会命啊 给断送掉 那就很可惜了 那师长看到了 只会摇头 叹一口气 只能等来生吧 这生啊 没办法了 一生疑啊 这个人呢 马上就会堕落 马上就会退转 所以 你看密宗里面 特别重视 对上师的那种信心 这很有道理 密宗比显宗啊 这个对师父的这个信心啊 要求那个强度要更高 所以我们一般讲 皈依三宝 佛法僧 密宗是讲皈依四宝 先是皈依上师 为什么呢 没有上师 怎么会有 给你介绍佛法僧 肯定是先要一直上师 才能有佛法僧三宝 所以他 皈依啊 先皈依上师 然后再皈依佛 这种清净的信心 所以他得的利益就大 所以这个是 不得忽疑 下面呢 说要当孝顺 智诚忠心 孝顺是对父母 智诚是对佛菩萨 对老师 智诚里面 没有一丝毫的虚伪 没有一丝毫的 委屈 隐瞒 你看沙米律仪里面 教我们 事事白事 对老师 没有一丝毫的 隐藏 自己即使犯了过失 也不怕向老师表白 真正啊 对老师是智诚了 恭敬的心 谁得利益 自己得利益 你要对老师隐瞒 那只是呢 把自己的福报 给断送掉 老师也知道 你这心不成 他也不可能真正真心教你 教你会让你起烦恼 只是对你客气客气 好啊好 你不错了 你很有进步了 恭为恭为你 不要跟你结约 那你就 失去了 进步的机会 所以啊 真的 学生 对老师 那种智诚 是他自己 修学 进步的关键 老师 当然 真正好老师 不要求学生 对他攻击 因为老师 把名文 利养 放下 那为什么要 提倡 尊实 重道 就是因为啊 只有 尊实 重道 他 学生 才能得到 真实的利益 那么 忠信 是对大众 对一切众生 忠呢 是平等心 没有偏心 这叫重 你看 心之上面 有一个中 忠道的忠 这是不偏 信呢 是着重在讲话 言而有信 那么讲话 离开前面讲的四种口固 妄于两舌恶口 其语 才叫信 所以忠啊 是着重讲 存心 信呢 着重在 这个形象上 待人处事 接物 离开啊 这些过失 这是学佛 必不可少的 修行课目 儒家特别讲究这个 所以儒家 修学 是佛法 是佛法 的基础 那么 弟子规 就教我们这些 一定要先把弟子规 做到 那么 当信 佛 尽 与生 当信 做善 得福 把弟子规 做到了 做人的基础 有了 然后呢 就开始 学佛 学佛 当然 首先要信佛 信佛的智慧 深广 圆满 所以所讲到的经典 非常的 这个 生 非常的 圆满 佛讲的经很多 大成小成 那么 其实每一部经讲的都是宇宙人神的真相 不同 不同程度上讲 有的讲的比较深 有的讲的比较浅 那么这是对不同的听众来讲 听众程度 比较好 佛就给他讲深 比较吃初学的 佛就讲浅一点 实际上 深浅 这个都讲到是实相 而且呢 这个经典里面呢 往往是呢 深的人理解的就深 浅的人理解的就浅 比如说无量寿经 表面的字面上的意思 并不难懂 也是算是很浅白的 可是里头的一礼 深寡无尽 整部华严经 所讲的一礼都含舍在其中 那么下面 做信 做善得福 这是信因果 众善因必得善果 造恶因必得恶报 因果报应丝毫不爽 如果你真正信因果了 那你就变了样 你肯定跟以前就不一样 你肯定会断恶修缮 你知道 一言一行 乃至起信动念 都会有因果 你要真信 怎么会啊 还不断恶修缮 还不改过自信 奉持如是等法 不得窥视 佛在前面 讲的这些纲领 原则 我们一定要记住 一定要把它做到 奉持是依教奉行 这前面所说的这些道理方法 依教奉行 不得窥施 窥就是不原码 施呢 是忘事 佛的教诲 忘掉了 这就叫忘事 所以我们平常 要多念经 多念佛 用一句佛号 提醒我们自己 不要窥失了 世尊在无量寿经里面的教诲 那么经典也要熟 熟你才容易提得起来 另外还要多听经 听经是什么呢 听提醒 天天听一次 这经上 这个师长提醒我们 要注意 就不会忘事 思维熟记 欲得度脱 思维熟记 就是 常常想 常常 忌妒 恒良 既是计划 度是度量 就是常常思量 欲得度脱 用什么方法 能够这一生 了生死 脱三界 能够往生净土 常常常 常常有这种警觉心 这个人是觉悟 他的符号 就不敢断 印族提醒我们 修道人 要常把死字 挂在额头上 天天不忘这个死字 知道自己死 知道自己死期不远了 这个人就有警觉心 昼夜常念 愿意往生 阿弥陀佛 清净 佛果 昼夜就是24小时 常常念佛 常常发愿 求生净土 一心一意 时间有多少呢 时日时夜 乃至一日一夜 这佛讲到的 真是给我们 开出个方便法了 你看 你这一生 你说要 一生都不间断了 昼夜常念 我们都做不到 但是能够 时日时夜 你这一生中 找十天假期 你真的望远放下 念阿弥陀佛 不间断了 时日时夜都找不到 那一日一夜 可不可以 一日一夜 总该能找到吧 或者一生当中 找一天一夜 或者一年 找一天一夜 或者一个月 找一天一夜 甚至呢 最好一个礼拜 有一天一夜 这里没有说 多长的时间 一天一夜 是一年 还是一生 还是一个月 还是一周 佛没说 没说就说 都可以 这弥陀经也是说了 若一日 一心不乱 不断绝者 佛号不间断 求一心不乱 所以 我们师父 就提倡 最好我们 能够 一个礼拜 找一天一夜 那么 我们这里到场 协会 九楼 十年佛堂 我们也是 每一个月 到月末 就是农历的月末 像这个月的三十 就晚上开始起象 念一日一夜 念到第二天的晚上 念到初一晚上 所以大家可以发心来参与 平时我们听经 我们认真地学习经教 但是一个月 至少得拿出一天 真干 念佛 那我今天跟念佛堂的堂主 沟通过 他非常欢迎我们去 我们可以报一个名 到时候我自己我也要去 我这言习经教的 不念佛也不行 也来个二十四小时 过去我在读书的时候 常常做 现在 这个红法的 比较忙了 真的就跟下辈往生讲的一样 都不暇大修在戒了 就我们也不行 利益众生 还不能忘了自立 自己也得正干 在念佛堂里面 我们三驱念佛 你自由式的 你愿意拜佛就拜佛 愿意惊醒就惊醒 愿意打坐就打坐 但是一定要止语 外面有一些 这些食品 你饿了自己吃 跟任何人不打招呼 二十四小时 安住在这儿念佛 那这个效果会非常好 你真正能够在这一生中 有一天一夜 念佛不断绝 就是你念佛功夫成片 那么你受众皆得往生其果 就是往生极乐世界 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 我们要多试 反正只要有一次 能够达到一日一夜 不断绝者 就成功了 那人家可能一次就行 我们来个十次 一百次 孔子讲的 人一能知几百知 人十能知几千知 人家一次就做到的 我们一百次总能做到 人家十次能做到的 我们来干一千次 总有做到的时候 只要你的心是真 你肯定能做到 那一往生 那就是阿伟悦志菩萨了 那就是得大快乐 大圆满 所以经上这里讲到了 行菩萨道 受众皆得往生其果 行菩萨道 诸往生者皆得阿伟悦志 皆具金色三十二相 皆当做佛 予以何方佛国做佛 从心所愿 随其精静早晚 求道不休 会当得知 不失其所愿也 阿难以此屹立故 无量无数 不可思议 无有等等无边世界 诸佛如来 皆供存在 无量受佛 所有功德 那么这前面 这讲的很多 这里就略说一下 一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就行菩萨道 你就是阿伟悦志 那么诸往生者 你看都是阿伟悦志了 而且皆是金色之身 三十二相 八十种好 这是佛的色胜 而且这一生皆当做佛 那么你愿意在何方佛国做佛 这是看你的缘分了 那么在那里的菩萨 他绝对不会有这个妄念 说我要选择到哪个地方成佛去 他没这个念头 他只有念佛 他没有其他妄念 那么这个是什么呢 看你跟哪一方众生有缘 比如说你跟娑婆世界 众生有缘 那你将来可以到娑婆世界 视线成佛 从心所愿 这从心是从一切众生的心 那么你因地所发的愿 比如说你发愿 我先往生将来 趁愿再来 来到娑婆世界度众生 这是你的愿 将来你往生之后 你可以仇愿再来 因以众生 因你什么生得度 因你佛生得度的 你就献佛生而为说法 随起精进早晚 求道不修 会荡得知 得知就是成佛 随着你自己精进的程度 你要是很精进 你成佛就快 你要是懈怠一点 成佛就慢 但是总能成佛 不会失其所愿 你发的这个大愿 都能够圆满 所以师尊在底下给我们做总结 也是苦口婆心 劝勉我们 说阿南 因为这样的毅力 毅是道理 利是利益 前面说到的这些道理和利益 所以无量无数不可思议 无有等等无边世界 诸佛如爱 世界是无量无边 每一个世界都有佛教化众生 那么这些佛讲什么呢 对一切众生都讲无量受精 你看这里经文有一句 皆共称赞了无量受佛所有功德 这个无量受佛所有功德 就是无量受精 里面讲的内容 所以我们师父讲 说一切经典 诸佛如来 可能其他经典有没有讲的 但是有一部经典是必须讲的 那就是无量受精 就是阿弥陀经 那这里我们看到有经文的一句 真的如印光大师讲的 十方诸佛同战 千斤万论共持 这个一切诸佛所宣说的 无非就是劝化众生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千斤万论都导引我们往生净土 好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有讲得不妥之处 请大家多多批评指正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我们来一起合掌 功念回相机 愿以此功德 庄与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下记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果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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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